傅梦的白月光回国了,我这个替身终于解脱,不用再隐瞒自己离异带三娃的事了,你可以走了,以后永远别出现在他眼前。 傅梦面无表情地给了我两千万,赶我走,我喜极而泣,拉出我的三个娃,来,谢谢你们傅叔叔。 傅梦脸色骤然铁青,趴地捏碎了咖啡杯,我惊了个呆,傅少爷的青葱玉脂,何时铁骨蒸蒸了。 我是在酒吧打碟的时候被傅梦看上的,这位远近闻名的太子爷当晚,消费了一百四十八万,点名要我陪酒,我不乐意干这种事,可以想到公寓里,嗷嗷待补的三个娃就妥协了,我陪了他半小时,他不亲也不摸。 只是看着我的脸,看得眼眶通红,你真像他,傅梦那那自语,然后倒在我怀里,跟我两年,给你两千万。 我傻眼,这不天上掉馅饼吗?两年两千万,都够我三个娃读清华北大了,行,不过事先说好,我不玩重口味的,不接受变态的东西, 我看着最熏熏的傅梦,先约法三章,他吃笑一声,血眼扫我,你也配让我玩。 啊?太好了,我不配。 傅梦压根不想玩我,他只是把我接到了他的豪华大别墅里,让我当起了花瓶,女主人。 他要我换上了卧室衣柜里的精美服装,让我戴上了昂贵的首饰,还送了我一双香了钻石的米色高跟鞋。 我很喜欢高跟鞋,尤其是这双,简直把我迷得神魂颠倒。 我穿着高跟鞋,提着裙摆,在别墅里小跑了几步,对着镜子赞叹,真美,不愧是我,万达广场风情街酒吧打碟一截,谁允许你跑了? 踩坏了怎么办? 傅梦站在楼梯上,脸色冷峻,毛子浅眯,他真是个酷酷的霸总,这不是你送给我的吗? 这是送给他的,只是他不要,你穿给我看看便是了,不要踩坏了。 傅梦凝视着我脚上的高跟鞋,我心里一阵无语,但连连点头,谁会跟两千万过不去啊? 我让傅梦好好看,脚背脚底脚踝,三百六十度旋转着给他看,若是他穿,想必会更美吧? 傅梦轻叹着,表情苦涩,随后他丢给我一张银行卡, 说里面有五百万,给我当零花钱,我一切自由,但晚上必须回别墅。 他若在家,我也必须陪着,显然,他还是很满意我的,我差点乐出鼻涕泡,宰宰们,妈妈,有钱喽。 当然,为了公平起见,我还是跟傅梦提一嘴,你对我没别的要求了。 我可不是黄花大闺女,我有,我并不在乎你的身份和来历,你做好替身即可,但有一点必须记住,不要妄想跟我产生感情,否则我会立刻将你赶出去。 傅梦脸色严厉,我哪敢吭声? 好的乐少爷,傅梦一日就回公司去了,我相当自由,果断揣着五百万溜回了我的公寓,三个娃都在,不吵不闹。 大娃三岁,正和水冲奶粉,二娃两岁,正坐在小马桶上拉巴巴,三娃半岁,看着奶粉流口水,看见他们,我喜笑颜开,当年我遇人不输,嫁给了一个畜生,导致两手空空只剩下三个娃了。 还全是男娃,这世道,有一个男娃都难嫁了,更别提三个了,所以我压根不打算再嫁了,去赴刘子,好好工作,养好我的娃。 妈妈,看我冲的奶粉,大娃扑腾着小短腿就过来了,晃着奶瓶炫耀,急得三娃一一压压地抢,二娃裂开小嘴笑,起身往我这边跑,屁股后还挂着一结巴巴,别别别,停,我吓惨了。 二娃停下看看自己小屁屁,不好意思地咯咯笑,又去蹲着了,我朝厨房喊了一声,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系着围裙,跑了出来,松口气道,小鹿,你可算回来了,我想做饭给宝宝吃,又怕他们摔跤碰撞,可累死我了。 她是我请的保姆王沈,办事尽心尽力,对孩子们也很喜爱,事如己出,辛苦,王沈了,下个月开始给你加工资,每个月加一千,我对王沈很感激,也有点愧疚,因为她收费一直低于市场价,她知道我一个人带娃太难,从来没要求涨价,不用不用,你也知道,我家里十几栋楼收租,不差这点钱。 王沈笑咪咪地去给二娃擦屁股,我呛了一口,谢谢你,王沈,我吃了王沈做的饭,马不停蹄去找更大,更好的房子了,这个公寓还是太小了,虽然租金便宜,可一家人窝居实在难受,傍晚我就选定了一个豪华大公寓,租金要两万多一个月,但无所谓,我怀揣着五百万呢, 两年后,傅梦还会给我两千万呢。 安置好了娃,已经是深夜了,我又打车赶回了傅梦的别墅,别墅里很亮堂,但很死寂,傅梦独自坐在沙发上,端向着一张照片,脸上充斥着怀念和忧郁,看得我都想给她配个BGM。 你怎么忘了你先说的爱我?傅少爷,我回来了,我恭恭敬敬地走过去,傅梦将照片翻转压下,脸色冷漠地盯着我,去洗澡,穿白色的浴袍。 好的,我一切照办,等我穿着白色浴袍披着长发走出来,傅梦眼睛一亮,一眨不眨地盯着我,真像她呀,为什么你要离开? 她又开始喃喃自语了,接着示意我过去,我走过去,她一把将我搂入怀里,贪婪地呼吸着我头发的气味,我是一动不敢动啊,终于,她心满意足了,却又冷了脸,明天去把头发剪短,你不要留长发,长发太像她了。 像一点不是更好吗?不好,她是独一无二的,你不能太像她,你也不可能抵得上她。 啊?要不是有钱拿,老子把你脑袋摁在打碟机上,疯狂捶,我还是去剪了短发,干练洒爽了许多,傅梦没啥表情,不喜欢也不讨厌,我才懒得管她,反正拿钱办事,我美滋滋,替身的日子就这样开始了, 我安心住着大别墅,享受着保姆的伺候,同时将傅梦打赏给我的零花钱,一点一滴地存起来。 她有一个很大的优点,每次欣赏完我这个替身都会给我转账,比如我穿上她白月光的长裙,跳个舞,她就给我转了十万,比如我傍晚看夕阳哼手曲子,她说背影像她,又给我转了二十万,简直是冤大头, 短短半年,我连裸体都没有给她看过,小金库里却多了两百万,我属实美滋滋,一边存钱,一边养娃。 三个娃住起了别墅,保姆多请了两个,缓解王沈的压力,我还常常将傅梦家的红酒,点心,不要的珠宝等等带回家,充实我的小家庭,装饰我甜美的黎翼少傅梦,我可真是个大聪明。 嘻嘻嘻,如此好日子持续到了一个冬夜。 傅梦不知道发什么酒疯,在酒吧待到了半夜,还是赵管家去把她拖回来的,她一身酒气躺在床上,保姆们给她擦着身,她一边哭一边自语,今天是我生日,她没有给我信息。 她忘了,真的忘了,保姆们对视,全都笑成狗,别笑话她了,怪可怜的,我将自己裂到脸颊的嘴角扯正,是,夫人。 保姆们不敢笑了,给傅梦擦拭完毕,轻手轻脚地下去了,傅梦已然睡着了,我打了个哈欠也回了自己卧室,订了个闹钟,早晨八点起来,一个美梦结束,闹钟也响了, 我神清气爽地跑去傅梦的房间,安安静静地坐在她床边,假装打盹,等到腰都酸了,我察觉到一只手摸上了我的脸,你一夜没睡,傅梦嘶哑询问,我挺腰柔眼,啊,你醒了,我去给你弄点姜汤喝吧,我坐视出去,傅梦用力拽住我的手,别走,我扭头看她,她眼睛依旧是通红的, 脸上有些奇怪的表情,谁让你陪着我的,当我是小孩吗?你给我那么多钱,陪你一宿也是应该的,我怕你吐呢,我理所当然,拿人家那么多钱,装还是要装一下的,傅梦沉默了,轻轻松开我的手,没有回应,傅梦彻底酒醒后,天又黑了, 我偷偷给王沉打了视频,见了我的三个娃,心里甜滋滋,傅梦突然走过来,明天公司有个重要会议,我要去挑选一套西服,你陪我去吧,你不是不喜欢带我出门吗? 不要那么多话,我说过的傅梦冷峻得很,我不问了,陪她逛就是了,到了西装店,早有人厚着了,给傅梦介绍一套又一套西服,还提议让傅梦时穿,陆小野,你帮我选一套吧,我不是了,傅梦偷懒,让我选,我看了一遍,指了指其中一件淡灰色的,这套吧,挺适合你的,傅梦眉头一皱, 确定吗?她最讨厌这种颜色的西服,她自然是傅梦的白月光,挺好的呀,我觉得适合你,我无所谓的撇嘴,店老板也恭维,傅少穿什么都好看,这套肯定也好看,傅梦不语,缓缓伸手抚摸了一下西服,最终点头,试试吧。 她当场试了一下,等她穿着西服出来,我眼珠子发亮,不得不佩服这小子的颜值和身板,太绝了,虽然我一直吐槽傅梦的痴情,可她确实是实打实的帅气,是百万少女的梦中情人,傅少太俊了,这西服简直是为你量身打造的。 店老板也双眼发亮了,不知道的还以为她突然净化成零了,傅梦不答,只是看着镜中的自己,难得笑了一下,我听见她轻语,原来灰色也很好看啊。 回家后,傅梦给我转了三十万,说是我今天表现不错,帮她选了一套最合适的西服,也是从这天起,傅梦对我的态度好了许多, 她以前冷言冷语,完全不把我当人看,我在她眼中就是一个未借心灵的玩具,但现在,她偶尔会朝我笑一笑,白天也会回家吃个饭,看看我这个玩具,如此,时间飞逝。 我的三个娃都长大了许多,大娃二娃都在幼儿园了,我经常偷偷去看,开宝石节去看,宝石节是我私人买的,用的傅梦给我的零花钱。 我现在私人金库里足足有近千万了,省着点花,一辈子都花不完,傅梦真是个大好人啊,我对她自然也好,虚寒问暖一样,不少。 她晚上喝了酒,我就煮姜汤,她工作不顺,我就打视频给她唱歌,她半夜一某,我带她去酒吧打碟,玩的就是一手知恩图报,毕竟人家是咱大恩人。 我还很懂事,那双香钻的米色高跟鞋,我绝对不擅自穿,她想看的时候,我才穿,我头发一长,立刻去剪短发,争取不玷污附梦的白月光,这不,虽然临近两年期限了,我还是鞠躬尽瘁,又去把头发剪短了,但这次,附梦盯着我的短发,眼中涌现了一丝木火,谁让你剪的? 你一直这么要求的呀,我一头雾水,现在不要求了,你是你,她是她,附梦冷然开口,目光闪了一下,我愣住,什么意思? 她呼了口气,目光看向别处,手指轻轻抚摸着戒指,这么多年了,我也释然了,你不必像她了。 她说完,立刻上楼去了,不给我多问的机会,只是,她又给我转了五十万,让我好好打扮,今晚去参加她的朋友聚会,我没有意义,打扮得漂漂亮亮,陪她出席朋友聚会。 她的朋友都是上流社会的二代们,相互间熟悉又客套,罕见有真朋友,我倒成了焦点,毕竟我是陪着附梦出席的,很多人夸我。 也有人神色,古怪,似乎看出我很像傅梦的白月光了,傅梦淡定优雅,牵着我的手与人碰杯,还邀请我跳舞,看着她成熟又俊朗的面容,以及被我挑选的灰色西装,衬出的修长身感。 我这个打蝶一截,有刹那的晃神,这小子实在太帅了,好,陪你跳舞,我展颜。 傅梦回之一笑,眼中罕见的有了些许柔情,只是下一刻,一个大咧咧的男人过来,拍她肩膀,老梦,将可回国了,你知道吗? 傅梦身体一颤,瞳孔瞬间缩了一下,牵着我的手,也不由自主地抽回,我的手骤然,落空,拍在了自己的大腿上。 你说什么?傅梦盯着那男人,仿佛一头压抑的野兽,我说将可回国了,还是单身呢?男人打趣着,傅梦嘴唇紧敏,转身就走,去哪儿?男人问了一声,找他简短地回应,带着决然。 没有一丝,拖泥带水,我处在原地,傅梦自始至终没有回头看我一眼,宴会不欢而散,因为主角傅梦中途离去了,江可回国的消息也传开了,人人都在议论,她显然是傅二代圈子里的热门人物。 我也听到了一些关于江可的信息,她是江家的千金小姐,跟傅梦是青梅竹马,双方门当互对,堪称金童玉女。 可在三年前,江可突然不辞而别,宛如人间蒸发,傅梦封了一样,找他,最终只在江可父母口中得知,江可出国深造了,他跟傅梦就此分手,傅梦自然,不甘心, 可无论他怎么寻找都找不到江可,后来他在江可父母面前跪下,终于联系上了江可,可对方只有冷冰冰地分手二字,若傅梦多问一个字,必定遭到拉黑,经过如此一年的封魔,傅梦只能作罢,也是那时候,他在酒吧遇见了我,把我带回了别墅,该说不说的。 这富二代分个手真是轰轰烈烈,就不能好好说吗? 我心里吐槽了一句,拿了些宴会上的糕点,回家去了,回到我自己的别墅,三个娃都睡觉了,王沈在玩手机,哈欠连连,他也快睡觉了,见我回来,他有些吃惊, 小鹿,你回来咋不说一声?我往常回来,必定先通知的,但今晚有些异常,毕竟我是被抛弃了,我以为你睡了呢,没事,我今天开始住家里了。 我将高跟鞋脱了,心里洋溢着一股喜悦,我要住自己的别墅了,这是我真正的家。 那感情好,住家里好啊,外面乱七八糟的,王沈喜笑颜开,他知道我是在酒吧工作的,常常忧虑,我这两年又报复了, 他早就怀疑我在干见不得光的事了,我也不解释,只是让他安心睡觉,我自己吃点宵夜,宴会的糕点挺好吃的,我一个人吃了个精光,吃饱了愁愁手机,没有一条信息。 心里还是有点不适应的,毕竟以前我偷偷回家后,傅梦经常会给我发信息,问我跑哪里去了,现在都大半夜了,我不在他身边,他一个字没问,显然,有另外的人在他身边了,既然有另外的人在傅梦身边了,我这个替身就能退役了, 环顾了一下我豪华的别墅客厅,摸了摸屁股下坐着的真皮沙发,我知足了,两年时间,我有了别墅,宝石节,千万存款,还能得到两千万酬劳,能不知足吗? 这么一想,我立刻将傅梦抛之脑后了,我对他的那一丝感情无非是,贪图他的帅气罢了,可这世上帅哥何其多? 等我拿到两千万走人,我包一百个,天天换着摸腹肌都行,舒舒服服洗个澡,我倒头就睡,第二天中午我踩起来,感觉全身舒畅,好久没睡过这么安稳的绝了,打开手机,还是没有信息,之后一连三天,一条信息都没有,傅梦似乎彻底将我遗忘了,我自然不爽,我还有两千万酬劳呢? 我主动给他发条信息,傅少,在忙吗?他秒回,别找我,他看到了会误会 啊?我又编辑信息,那两千万,什么时候给我?信息发不出去,因为我被删除了,我当场气诈,傅梦你什么意思啊? 我两千万呢?他不缺钱,对我也从不吝啬,所以不可能不给我两千万的,唯一的解释就是,他沉醉在江可身旁,已经忘了跟我的约定了,我就是个玩具,自生自灭即可,别打扰他了,可是,两千万呢? 我不可能不要。 我一走近就听见了一道清脆悦耳的声音,这双高跟鞋也扔了吧,别人穿过了。 好的江小姐,一个保姆,提着那双米色香钻高跟鞋出来了,一脸可惜地丢进了垃圾桶,我看得也可惜,那可是价值几十万的定制款啊,不要送给我呀,陆夫人,你怎么回来了? 一个声音,拉回了我的视线,旁边站着我早已熟悉的赵管家,我这两年的生活,基本都是赵管家在里,他在傅家待了二十多年了。 老赵,你可别叫我夫人了,我受不起,我打去,赵管家表情复杂,欲言又止,最后低声道,陆夫人快走吧,江小姐知道你的存在了,她不像以前那般温柔了。 时间果然能改变一切,话落,江可走出别墅大门,瞧见我了,赵管家立刻低头走开,江可注视着我,有些好奇,还有些居高临下。 我打量她,发现她真是粉嫩,皮肤白皙无瑕,长发飘然靓丽,整个人透露着一股不染凡尘的秀气,真不愧是大家族养出来的千金,她的模样和身段跟我确实很像,但气质截然不同,我是动,她是静。 我点头问好,保持着礼貌,江可玩儿,陆小姐果然很像我,难怪傅梦愿意养你两年。 她显然什么都打探清楚了,我笑笑不语,江可挽了一下头发,随手指了指别墅里,傅梦要我搬进来住,所以我搞一下卫生,你的东西随时可以拿走,你想要什么也可以搬走。 真的,我想要不少东西,毕竟这别墅跟庄园似的,太多值钱货了,自然是真的,我有洁癖,别人用过的东西我都不想用,比如那双高跟鞋,江可亦有所指,看了一眼垃圾桶,她的话里话外都充斥着一股,若有若无的利器和傲然,女主人的傲然,那我不客气了,我露齿一笑,打电话给霍拉拉,来时抬车。 我要搬一点东西,我丝毫不客气,既然江可不喜欢别人用过的东西,我接盘就是了,十台货拉拉很快来了,我立刻着手蚂蚁搬家,投影仪,K科机,录音机,跑步机,洗衣机,反正能搬的都搬走,这些全是高档货,搬去我的别墅,直接升级我的离异少妇梦。 江可有点发呆,正正地看着工人们搬家。 随后她吃笑了一声,轻轻摇头,恬静又优雅,我则告诉她,劳烦江小姐转告父少,她还欠我两千万,请她务必找个时间结算,我会请律师跟她签好赠予协议的。 你是个有趣的女人,但这样的女人往往是得不到男人的爱的。 江可玩味开口,我可算知道,傅梦为何会毫不犹豫抛下你,为何会一言不合拉黑你,你这样的女人,她又怎么会对你动心呢? 江可露出了胜利者的微笑,我懂她的微笑,她不把我当成对手了,我心里安逸了,我就怕她搞事,非要把我当成情敌折腾,我没那心思当她情敌,我只想仰仔。 是的,我就是一个酒吧打蝶的,父少不会看上我的,我跟她只是金钱交易,我点头承认,只要我承认得够快,江可的敌意就追不上我。 酒吧打蝶呀,好多年不去酒吧了。 江可自语了起来,我随口道,我走后还是回归老本行,你有空可以去万达风情街魅兰酒吧看我。 魅兰,江可脸色突兀一遍,紧接着呼吸急促,伸手扶住了墙壁,全身都在颤抖,我吓了一跳,这家伙咋回事? 我赶忙扶住她,她哆哆嗦嗦从衣兜里取出一个小药瓶,想倒一颗药吃,可药片撒了一地,而她也崩溃地大哭了起来,我手足无措,保姆们也惊慌不已,正巧赴梦回来了, 她的法拉利几乎是撞进院子的,随后她一个箭步冲下车,用力将我推开,紧紧抱住了江可。 可儿,怎么了?没事的,没事的。 江可这才安静了一些,一边落泪一边将头埋在傅梦怀里,傅梦转头呵斥众人,你们干了什么? 众人心惊胆战,我回应,江小姐突然这样的,我们刚才在聊天,聊什么? 傅梦阴沉地盯着我,眼底深处不见一丝柔情,聊酒吧,我打叠的魅蓝酒吧,我如实道,傅梦勃然大怒,静一巴掌抽来,谁让你提到魅蓝的,给我滚出去。 我被打得晕头转向,脑瓜子嗡嗡响,赵管家连忙上前把我拉走,我模糊的视线中只看到,傅梦低头安慰江可的身影,走出别墅,我还有点懵,脸颊火辣辣的痛,内心也是愤怒无比。 我知道傅梦不把我当人,但这还是他第一次打我,仿佛这两年的经历,以及他偶尔的柔情从未有过。 都烂在了这一巴掌里,陆夫人,我早就让你走的,你非要搬家具,哎,赵管家有些心疼我,我咬了咬牙,我不只要搬家具,我还要两千万,这是我该得的。 我知道我知道,你先别生气,我会跟傅少说的,他断然不会赖账,赵管家生怕我发飙,我捂着脸,半赏才压下了火气,你尽快吧。 我只想拿两千万走人,他们的事我没兴趣参与,我一门心思要钱,赵管家点头,又迟疑道,其实傅少对你是有感情的,我看得出,只是江小姐似乎遭遇过什么大难。 她敏感多疑,没有安全感,需要傅少权利呵护,所以傅少必须对你,绝情,对我绝情。 懂了,傅梦虐我给江可看呢,她要确保江可不会多疑,不会伤心,所以她毫不犹豫抛弃我,一言不合拉黑我,一怒之下抽了我,而我,一个替身,一个玩具,被打背骂有什么紧要的。 别说了,我只想要两千万,傅梦必须尽快给我。 赵管家办事还是很利落的,在我回家的第四天,她就联系我了,陆夫人,我跟傅少说了两千万的事,她说会给你的,只是现在走不开。 赵管家跟我解释,自从上次你提了魅兰酒吧,江小姐就一直情绪不好,半夜还会哭醒,傅少已经好几天没睡觉了,无时无刻不陪着江小姐。 我听得无语,询问,魅兰酒吧到底怎么了?江可跟她有仇。 赵管家斟酌道,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,似乎当年江小姐出国就是因为,在魅兰酒吧遇到了不好的事,傅少安慰她的时候,一直说不会介意,说她不脏,让她放宽心什么的。 赵管家没有多说了,她肯跟我说这些已经仁至意尽了,我眨眨眼,大概猜到江可遭遇的事了,在酒吧遇到的坏事,多数跟那啥有关,一个千金大小姐,在酒吧失了身,然后自闭出国,性情大变,很有可能就是狗血了点。 当然,我觉得最狗血的事,江可遇到了这种事,不是报警处理,不是让傅梦帮她报仇,反而出国躲着,这是觉得自己没了,清白,配不上傅梦吗? 也是离谱,算了,我对他们不感兴趣,你多催催傅梦,早点给我钱,我撇撇嘴,赵管家英事,一周后,我带着三个娃逛街的时候,突然接到赵管家的电话,陆夫人,你去润兴咖啡厅,傅少等着你。 我不由大喜,傅梦终于有时间给我钱了,我摸了摸包包里随身携带的赠与协议,笑歪了嘴,不枉我早就请律师帮忙,你好了两千万的赠与协议,今天可以派上用场了,我带着三个娃就去了润兴咖啡厅,润兴咖啡厅很有名,也是我以前跟傅梦逛街经常来的地方,在这里点一杯咖啡歇歇歇脚润润喉, 看看窗外夕阳的暖光,会有一种在谈恋爱的错觉,我将三个娃安排在咖啡厅角落,让她们别乱跑,然后去熟悉的位置找傅梦,她果然在这里,今天的她异常冷峻,一袭黑色西装,笔直,头发一丝不苟,整个人伶俐地仿佛出窍的利润。 她很久没有穿黑色西装了,最常穿的是灰色的西装,我始终觉得,她穿灰色西装更帅一点。 当然,与我无关了,我坐下,不等开口,她从怀里取出一张卡推到我面前,这是两千万,密码六个零,你拿了走吧,以后不准出现在我面前,更不准出现在她面前。 傅梦说,这些话的时候,目光甚至还注视着窗外的夕阳,我果断收好卡,同时将包里的赠与协议取出,傅少,你签个字吧,我贴心地将笔也递上,她终于正眼看我,有些诧异地看了看协议书,又眯眼看我,你连协议书都准备好了。 那是自然,如果不是时间匆忙,我还想把我的律师叫来。 我理所当然点头,傅梦眼眸深邃,仿佛藏着无尽的心事,我催促,快签了吧,这里面的条约其实很简单,就是你给我的一切,包括两千万,还有以前给我的零花钱,都是自愿赠予,永不收回。 傅梦文言痴笑,你还真是贪财呀,这两年就是为财而来的吧。 你这话说的,我不为财我,为了感动中国吗? 是,我大放承认,傅梦不笑了,她凝视着我,突然看了看我的右脸,上次打你是事出有因,僵壳有心理创伤,她在美国治了三年,好不容易康复了,我不想她重蹈覆辙。 我的一句魅蓝酒吧,险些让江可重蹈覆辙呢? 没事,拿你那么多钱,挨一巴掌,也能接受,你快签协议书吧,我无所谓的扬了扬脸,傅梦低头看协议书,逐渐沉默。 我等得焦急,索性给她点了一杯咖啡,缓缓气氛,咖啡上桌的时候,傅梦看完了协议书,指着最后一行字,询问,为什么要加上以后互不拖欠互不见面的话,多此一举。 既然合作到期,自然是互不拖欠互不见面为好,你也不说了,让我别出现在你面前吗? 我真是疑惑了,明明她自己也说了,让我永远别出现在她面前了,她还在乎这个干啥,傅梦又沉默了片刻,接着自嘲一笑,也是。 说吧,她从容签下了自己的名字,至此,我们的合约到期。 我笑出了声,本离义少傅终于自由了,终于可以过上无拘无束的美好生活了,多谢傅少,你的大恩大德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 我起身鞠躬,傅梦抓起咖啡杯清米一口,声音漠然,你很开心。 开心,太开心了,再次感谢,我在鞠躬,傅梦的手指抓紧了咖啡杯,嘴角勾起一抹嘲弄,我也开心,不用再见到你这个假货了。 对对对,我这个假货就该立马消失。 我收好合同,跟傅梦告辞,他们无表情地看着我,我想了想又道,其实有件事一直想跟你说,关于我的身份,我记得我告诉过你。 我对你的身份和来历不感兴趣,我根本不在意你是谁,现在,既然大家分道扬镳了,我更不会在意。 傅梦又一次打断了我,一如两年前,我彻底如释重负了,正巧三个娃跑了过来,他们见我一直鞠躬很好奇呢,我将他们全都拉过来,热切道,快,谢谢你们傅叔叔,要不是他,我们还在过苦日子呢。 三个娃一头雾水,但向来听我话,齐刷刷露出童真的笑,谢谢傅叔叔,谢谢傅叔叔。 傅梦瞬间僵住了,他瞳孔紧缩,嘴唇不着痕迹地抖了一下,抓着咖啡杯的手掌紧握,连青筋都毕露了,陆小野,他们是谁。 傅梦喉咙动了一下,我儿子,全是我儿子,大娃五岁了,二娃四岁,三娃两岁半,我热情介绍,傅叔叔你好,谢谢傅叔叔。 三个娃一口同声,啪地一声,傅梦手中的咖啡杯竟被捏碎了,热乎乎的咖啡撒了一地。 我惊了个呆,傅少这轻松玉脂,何时如此有力?还是咖啡杯的质量太差了。 先生不好意思,您没事吧,服务员急匆匆过来,傅梦紧握的手掌,竟还没松开,掌心不断溢出血来,显然划伤了。 我拉着三个娃后退了两步,口上假装关心,傅少你没事吧?要不要叫救护车? 傅梦脸色发轻地盯着我,又盯着我的三个娃,久久不语,最后她起身,神色恢复如常,走了,你我之约到此结束,希望永不再见。 傅梦终于走了,我怀揣两千万,还有赠予协议书,迎妈了。 虽说两千万在这个纸醉金迷的大都市,不算什么,可对于我一家四口而言够用了。 我当晚就开始研究理财了,研究个通宵,还是决定大部分前存定期吃利息,小部分投基金,至于股票啥的,碰都不碰,没办法。 我怂,咱这样一个爆发户,不懂财生财,只求保住本,至此,我的离异富婆梦也算实现了。 每日里过着住别墅开豪车的日子,吃穿用度也完全自由,那叫一个美,不过人一闲就无聊。 我又是个比较野的人,所以我闲了几个月,还是决定找个工作,我最擅长打蝶,而且现在有底气不搭理没素质的客人了,果断去个新酒吧当我的打蝶妹,来点酣畅淋漓的嗨日子。 我一周只嗨两碗,纯赚生活费。 这晚,我看见了姜可,她戴着一个黑色的帽子,穿着黑色的工装服,长发扎成了两个马尾,在舞池里晃动身体,无比地耀眼,工装成熟大气,马尾又平天稚嫩朝气,这样的反差,让她不想成为人群,焦点都难。 我尚未上台,打蝶,在舞台后面看着她的身姿,人有点蒙圈,你将可不是在酒吧被侵犯了吗? 不是提到魅兰酒吧就犯病吗? 怎么这大半夜的,一个人跑来酒吧跳舞? 难道只要不是魅兰酒吧,别的酒吧都不会犯病? 这比东风导弹还精准呢,我琢磨了一下,让我同事顶替我上台打蝶了。 我不想露面,免得姜可又找茬,我去卸了妆换了衣服,准备回家了,离开前我去了一趟厕所,才关上隔间门,姜可就进来了,她身边似乎跟着人。 哎呀,你进来干什么? 这是女侧。 姜可略带几分撒娇,宝贝,这才刺激啊,你在傅梦身边这么多天了,可想死我了,男人比猴还急。 我觉得她的声音有点耳熟,姜可哼了一声,你怕是想我的身子吧。 三年前,要不是你老是找我,引得傅家怀疑,我也不用出国躲避。 还编那种恶心的理由。 哎呀,是你多虑了,傅家对你满意的不得了,哪里会怀疑你吗?你没看傅梦那个死样子吗? 他没了你,差点就自杀了,男人嘲笑,姜可又哼了一声。 我老感觉父梦变了,他是对我越来越好了,为了我什么都愿意干,可我总觉得缺少了什么东西。 缺少啥? 你不懂,你只会玩女人的肉体,姜可不屑。 我可不想玩女人的心,太难玩了,男人奸笑,将姜可推进了厕所隔间,就在我旁边,随后,他俩发出了不堪入目的声响。 我感觉耳朵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折磨,赶紧偷偷溜了,姜可让我大受震撼,这就是上流社会的千金大小姐吗? 跟一个男人,在酒吧的女厕,而且,似乎不止一次了,至少从三年前就开始了,他出国也是因为那个男人频繁找他,引起了附加的怀疑,跪圈真乱。 我一边回家,一边揉耳朵,感觉被玷污得好痒,回到家,我正打算洗个澡,赵管家竟然打电话来了,现在可是凌晨两点半啊。 我接听,老赵,啥事?我们至少小半年没联系了,赵管家压着声音,陆夫人,今晚姜小姐回家去了,傅少在客厅看照片。 哦,她挺喜欢看姜可以钱的照片的,我怂怂间,不是,她在看你的照片。 啊?我愣了一下,笑出声,老赵,你大半夜不睡觉,逗我玩是吧? 陆夫人,我没逗你,傅少真的看你照片。 赵管家言之早早,这些时日,姜小姐一直在别墅里,傅少眼中只有她,寸步不离,仿佛早已忘了你。 可今晚,姜小姐一走,她整个人变了样,什么样子呢? 这么说吧,当年她找不到姜小姐,日日买醉的样子,就跟现在差不多。 赵管家叹着气,我觉得,傅少已经不喜欢姜小姐了,只是她误以为自己还喜欢,她也舍不得让姜小姐受伤害,可真正受伤害的是她自己。 老赵,你真是个恋爱专家。 我被逗乐了,这老赵太搞笑了,赵管家被我说极了,一再强调,傅梦不喜欢姜可了,你别急,我信你,但一切都跟我无关了。 我真不想掺和外人的是,赵管家沉吟了片刻,又道,陆夫人,我是看着傅梦长大的,她心里怎么想我最清楚,只是她自己也迷茫,也糊涂,如今姜可回来了,她更迷茫更糊涂了,实不相瞒,我觉得姜可有问题,她很可能是带着墓地回来的。 赵管家斟酌着,如今,傅氏集团正是发展的关键时刻,老爷带队在国外,若是少爷出了什么差错,对傅氏集团的影响极大。 我听得迷糊,这怎么又跟傅氏集团扯上关系了?老赵,我不懂商业,你想干什么直说吧? 我不信赵管家大半夜打电话给我,只是为了聊聊天的,她终于说了目的,陆夫人,你回来陪陪傅少爷,让她振作起来,找到自己的本心,她确实不喜欢姜可了,你务必让她清醒,不要沉沦在过往的感情当中。 No,我一口回绝,五百万。 Yes,这五百万,我还是想赚的,赵管家终于松了口气,承诺我会向傅老爷申请费用,如果我真帮傅孟一把,别说五百万了,就是一千万,傅老爷都愿意给。 行,我信你,明天我就去找傅孟,我打起了哈欠,赵管家讨笑,要不你还是现在来吧,我派人去接你。 No,加一百万。 Yes,凌晨四点,我抵达了傅孟的别墅,由于之前别墅被我清空了,姜可花费了不少精力,重新布置了一番,我熟悉的布局和装饰完全换了,就连院子里的薔薇都拔掉了。 我进院子的时候,赵管家从黑暗中摸出来迎接,我扫拭院子,薔薇不见咯。 是啊,姜可说看着太俗了,他压根不懂少爷的心思,就因为他以前一句无心地喜欢薔薇,少爷就栽了三年的薔薇。 赵管家多少有点心疼,薔薇花海,我嘖嘖两声,干净利落往别墅走,傅少还在客厅坐着,不知道是不是睡着了,好久没动了。 所以我才急着让你来看看赵管家心急,我推门而入,果然看见傅梦坐在沙发上,一动不动,脑袋低垂着,我过去一瞅,他果然睡着了,手掌无力抓着一张照片。 照片是我当初陪他参加聚会被拍下的,或许是聚会上的摄影师拍下给他的,我自己都不知道还有这样一张照片,不过,我当时真漂亮。 我果断收进了自己的包里,有空拿回去裱起来,让我三个仔仔天天欣赏他们美丽的妈咪,陆夫人,要叫醒少爷吗?赵管家巧声,问我,我摇摇头,坐在了傅梦旁边。 又一次哈欠连连了,困死我了,赵管家,看看我又看看傅梦,笑着出去了,我倒在沙发上就睡,傅梦的身子也倒了下来,等到日上三干,我睁眼醒来,看见傅梦站的笔直,正背对着我看墙上的相框,相框里是僵渴的写真照。 我打着哈欠坐起,不等开口,傅梦冷冰冰道,出去。 傅梦的声音带着寒风刺骨般的冰冷,我放大招,昨晚江可在酒吧的女厕,跟一个男人搞在一起了。 傅梦猛地回头,双目赤红,宛如一头暴怒的野兽,你说什么? 我说,你的江可跟野男人在酒吧的女厕乱搞。 我复述一遍,傅梦震怒,两步逼近,死盯着我,你再说一句试试。 不说,我低头穿鞋,傅梦深呼吸,扭头看躲着偷看的赵管家。 赵叔,你让他来的,谁允许你擅自做主的? 少爷,江可真的很奇怪,他离开的奇怪,回来的也奇怪。 赵管家提议,少爷,现在傅家你全权做主,请你务必调查一下江可,他将家跟我们傅家看似友好,可在利益面前,再友好也会变成敌人。 闭嘴,傅梦阴沉着脸,我问你,是不是你让陆小野来的? 是,赵管家流了冷汗,看在你服侍我傅家二十多年的份上,我不罚你,但陆小野从哪里来?你带回哪里去?傅梦冷然甩手,赵管家一个字不敢说了,我穿好鞋起身,点点头,我自己走,不劳烦你赶了。 我朝着门口走去,又回头看赵管家,老赵,你也看见了,不是我不劝啊,是傅少比较有主见,反正我人来了,你那六百万还是得给我。 六百万,傅梦眯起了眼睛,嘴角满是嘲讽,陆小野,原来你来又是为了钱啊,也能理解,毕竟要养三个儿子。 三个儿子,赵管家惊呆了,难以置信地看我,我大方承认,是,我离一带三娃,傅少尼早就说了,不在乎我任何事情。 我当好替身就行了,难道我这个替身不合格吗?合格,太合格了,傅梦越发阴沉,你给我煮姜汤,为我跳舞,帮我选西装,为我留短发,都太合格了, 可惜,全是为了钱。 他用眼神逼试着我,似乎要我承认,又似乎要我反驳,赵管家轻轻推了我一下,示意我啥都别说,上去报傅梦,可我没报,因为我不爱他,我只爱钱,是的,我就是为了钱。 我点了点头,傅梦露出一副了然的模样,眼中飞快闪过几分失落和哀伤,那你为什么还不走? 他转过身,不再咄咄逼人。 只剩下虚弱无力,我抬脚就走,结果迎面碰到了僵渴,他突然回来了,我们四目相对,他愣了愣,一瞬间就红了眼眶, 委屈地看着傅梦,傅梦本能地上前抱住他,可儿,别哭,陆小爷只是来拿东西的,他忘了东西。 什么东西?江可吸着鼻子质问,傅梦没答上,我摇摇头,无关紧要的东西,或许是落在酒吧的女侧了吧。 江可脸色大变,又瞬间恢复哀怜,陆小爷,我不想听见酒吧两个字了,你可以不要再提了吗? 陆小爷,在江可面前,永远不要提酒吧,傅梦冷冽地下令,呵呵,你自己都提了,我一句话不说,大步走人,江可却又开口,等一下,我知道陆小爷忘了什么东西了,我大惑不解,我真忘了东西。 傅梦也诧异地盯着江可,江可自顾自地走进了别墅,从电视墙下的柜子底部,抽出了一个木盒子,木盒子打开,里面是一打照片,江可抓起那一打照片笑问,是不是这个? 陆小爷你的照片,很多哦?我有点茫然,我啥时候拍过这么多照片? 这些照片是我拍的,陆夫人并不知情,赵管家解释,快速看了一眼傅梦,傅梦脸色淡然地跟江可解释,当初看陆小爷实在像你。 我有心怀念,所以让赵叔拍了他很多照片,忘记扔了。 原来是这样啊,我还以为你喜欢他呢? 江可如是重负,这些照片看来是偷拍的,不道德,还是烧了吧。 他将照片递给了傅梦,赵管家一级,不如送给陆夫人吧,就当辞别理了。 偷拍的怎么能送人? 还是烧了吧,江可语气温柔,傅梦看了我一眼,转身去拿打火机,在大家的注目中,他打着了火机,举起了照片,我看见了照片上的自己,穿着高跟鞋旋转的自己,在厨房煮姜汤的自己,在花园里清秀蔷薇的自己,傅梦的打火机在轻颤,火苗跳跃着,还没有触碰到那些照片,还是给我吧,挺好看的。 我走了过去,傅梦手不颤了,火苗熄灭了,江可却挽住了他的手臂,撒着胶,傅梦,快烧了,我吃醋了,以后只能拍我。 傅梦脸色紧了紧,目光凝视着我,我伸手,给我背,烧了可惜。 不准给他,快烧了,我都没拍过这么多好看的照片。 江可加重了语气,他不耐烦了,不装温柔了,傅梦盯着我,又看着他,最终,火苗再现,一缕热气在空气中飘散,随之而来的是旺盛的火焰。 我的那些飘飘亮亮的照片,在火焰中复之一具,好可惜,那么,走吧。 我离开了傅梦家,无人挽留,江可在咯咯笑,给了傅梦一口,赵管家在叹气,他那一地的灰烬。 我没有回头,步伐坚定地走了下去,一如当初的宴会,赴梦抛下我去找江可的模样,我的美好日子又开始了,这一次,真正的无人打扰了,就连赵管家都没有再找过我了,只是有一天深夜回到家,王沈还没睡,跟我说起了白天的事,真是奇了怪了,白天老有个男人在附近转悠,失魂落魄的。 好几次想来敲门又离开了,吓死我了,我听得心里一惊,赶紧查看监控,赫然在监控里看见了傅梦,他黑衣黑帽,戴着厚厚的口罩,在我家附近徘徊了许久,他不像做贼,像是来找我又迟疑,最终在夕阳的暖光中消失不见,可能是个迷路的人吧,不怕,我安抚王沈,让他去睡觉了,我自己也洗个澡。 睡觉,不去多想,一日,傅少爷跟江小姐联姻一事轰动全城,据说清一色的劳斯莱斯,迎亲车吸引无数看客,导致光明路堵了三公里,置于别的密心,我们寻常人就不得而知了,只能祝他们幸福了。 一年后,我又听到了傅梦的消息,我是在全城最高档的酒吧里听说的,这个酒吧,高大上,吸引了无数富二代来玩。 我来这里常住,自然能听到一些二代,圈子里的事,听说了吗? 傅氏集团出现了财务危机,周家正在疯狂打压傅家呢。 据说,周公子早就跟江小姐有一腿了,江小姐征服了傅少,傅氏集团良了。 太扯了吧,一个江可就能灭了傅氏集团,你呀傻吗? 这明显是江家和周家设局,江可只是诱饵,让傅梦上套的。 我听得惊奇,看来赵管家的预感没错,江可确实不对劲,他为了当诱饵,都嫁给傅梦了,傅家再怎么精明,也料不到儿媳妇这么狠吧。 加上江家和周家联手打压,傅家不良都奇怪,又过了两个月,新的消息来了,傅氏集团破产了,破产来得如此迅猛,以至于圈子里都发生了大地震。 二代们都在议论这件事,听说傅氏集团的股东大会上,傅少爷当场气得吐血,太惨了,江可也太贱了,真他妈是个婊子。 嘘,可别乱说呀。 大家议论着,又不敢说全,藏着掖着,似在忌惮什么,我知道,傅梦完了,半个月后,一个裹着厚厚大衣的老头来找我,我看了他半天才认出是赵管家,赶忙开门迎了进来,陆夫人,老爷跳楼了。 赵管家的声音是沙哑的,他胡子拉叉,满脸欺燃,我抿了鸣嘴,傅梦的父亲跳楼了呀,他是傅氏集团的主心骨,他都跳楼了,那说明事情毫无挽回之力了。 我能做什么?我给赵管家倒了杯水,赵管家不喝,他扯动着干涩的声带,去见见少爷吧。 他病入膏肓,没几日活了,傅梦病了?是啊,集团破产,父亲跳楼,众探亲离,江可更是早已出轨,他太会算计了,三年前就在算计了。 嗨嗨,赵管家留下了热泪,周家更是谋划了十年,终于等到了机会,周化早就跟江可勾搭在一起了,江可回国的消息是周化故意告诉少爷的。 赵管家悲痛地诉说着,我想起了那次宴会上跟傅梦传话的人。 再联想到酒吧女侧那个跟江可苟且的男人,不由恍然大悟,原来都是局啊,我就说女侧那个男人的声音怎么耳熟呢? 原来是他,周家少爷周化,我沉默了,陆夫人,你去见少爷最后一面吧,不然他死不瞑目,赵管家最后哀求。 我点了点头,我开着车,载着赵管家出发,目的地竟然是一家牙医诊所,里屋的门紧闭,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。 赵管家敲门,一个牙医打开了门,将我们迎进去又警惕地看看屋外。 再将门锁上了,我看见了拔牙床上躺着的腹帽,他脸色惨白,双目紧闭,睫毛不时颤抖一下,整个人死气沉沉,早已没了当初的意气风发,纵然我不爱他,见他这般模样也难免心有欺欺。 他好歹是我的恩人,我坐在床边,赵管家和牙医拾去地退到了外面,沉默片刻,我开口,傅少,我来了。 傅梦猛地睁眼,那赤红的眼睛中燃起了亮光,他正正地盯着我,嘴巴张着,似有无数话语想说,可最后只是释然地笑了。 你果然不爱我,你只是可怜我才来的,你眼中没有爱。 他明明很虚弱了,话语声却很响亮,或许是回光返照了,我又沉默了,傅梦开始无力地喘气,他伸出手试图摸我的脸,可力气不够,手掌抬起右垂下,我抓住他的手,放在了我脸上,他突兀地流下泪来。 陆小野,我生日那碗喝得烂醉如泥,一醒来看见你坐在身旁,我突然觉得,你不像他,他不会陪我一碗的。 我没有陪你一碗,我订了闹钟庄的,我给他擦擦眼泪,我知道,所以你很可爱。 傅梦在笑,眼泪一直流个不停,可爱也是装的,我想要你的钱,我抓起旁边的水杯,试图给傅梦喝一口温水。 他摇头拒绝,脸色欺然,你什么都装,为什么不装一下爱我? 装不出来,我放下了水杯,傅梦轻轻点头,闭上了眼睛,像是睡着了,可他又突然询问,你有没有某一刻对我动过心? 有的,如果那天宴会,你去找姜可的时候,回头看我一眼,或许我就动心了,我将视线垂下,藏住了我过往的一丝悸动,傅梦咳缩了起来,猴头里发出不连贯的笑。 这样啊,这样啊,我以为,我很爱姜可,我以为我不能没有她,所以我没有回头看你。 她的眼睛又睁开了,但愈发得浑浊不堪,别说话了,好好休息吧,我轻声安抚。 她不休息,双目大睁着注视着我,陆小野,你的三个儿子很可爱,如果能重来一次,我见到他们一定会抱住他们,我要告诉他们,我想当他们的爸爸。 她的手掌从我脸上滑落,打在了我的腿上,赵管家冲了过来,失声痛哭,少爷。 傅梦死了,我坐着看她,看了许久,直到牙医给她盖上了白布,有时候,人的生命就像蔷薇一样脆弱,说没了就没了,傅氏集团仿佛一朵浪花,消失得无影无踪,人们热议一阵便不再关注。 我三个月后,我三个月后,再去酒吧打碟,已经没有二代们讨论这件事了,傅梦就像我那一打被烧掉的照片,只留下一堆灰烬。 然后,起风了,灰烬便也没了,但姜可还在,周化也还在,我在厕所解手的时候,听见了姜可的声音,妈的,三个月了,终于能出来解闷了,老不死的也不知道,怕什么,天天管着我。 姜可的高跟鞋踏在厕所地板上,发出响亮的声音,一个男生笑道,还不是怕影响不好,我都戴口罩呢,免得别人认出我打我一顿,咱们害死了傅梦,小心遭报应。 怕个屁,傅梦死有余孤,早点交出集团大权不就行了,非要我们两家正面出击。 姜可骂骂咧咧,周化怪笑,嘖嘖,你一点都不爱傅梦啊,好狠哦。 我当然爱她,但被你勾引了,谁让你每次都让我觉得刺激呢? 姜可浪笑了一声,周化当即来劲,一把将姜可推进了厕所隔间,我的耳朵又被玷污了,但没被玷污多久,又来了一个人,我以为是女客人,但对方直奔姜可隔间而来,敲了敲门,姜可大骂。 有人,对方不理,继续敲门,姜可气急败坏,打开门臭骂。 有人,尼龙,她的话戛然而止,我正疑惑,却听她惨叫一声,几乎同时,周化也惨叫了起来,救命啊。 救命啊,惨叫不断,可酒吧里正播放着重金属音乐,整个酒吧都充斥着嘈杂声,姜可两人的叫声根本无法传出去, 呲呲呲,一刀又一刀,刀刀倒肉,我听得冷汗直流,意识到隔壁正在杀人,我一动不敢动,而姜可最后的声音极其虚弱,赵金,你,她没说完就再也说不出话了, 我知道是赵管家在杀人,她折服了三个月,等到了这个机会,终于,她杀完了,不知道捅了多少刀,随后是沉重的脚步声,她离开了,片刻后, 两个女生进来,发现了惨状,尖叫出声,我拉开门,快速跑了出去,没敢看一眼,警察来后,我被带到了警局,遭到了多番盘问,我一一配合,但不说是赵管家杀的,警察还是很快抓到了赵管家, 但赵管家欣然赴死,她想必也是想死的吧,一年后,我去公墓祭奠妇,她死后,还是有亲戚收了尸,草草埋葬在了公墓最不起眼的角落,这里枯枝败叶最多,人流最少,显得暗沉沉的,我帮她扫墓,然后摆上了祭品,最后放上了一束蔷薇花,正是夕阳西下的时候, 墓碑上都染了一抹暖光,这抹暖光让我出神,赴梦啊,你是我生命中的一抹暖光,可惜暖光意识像这夕阳一般,片刻之后便会引入黑暗中了,若重来一次,你会一直亮吗?